什么是签证申请当中的解释信 如何写解释信 这是本期视频我要聊的内容 有的时候当我们申请签证的时候 有些材料可能不符合大使馆的要求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写解释信来解释 你为什么要这么提交材料的原因 比如说签证的申请可能要求你提供在职证明 但是申请人他现在可能是自由职业 无业或者是已经离职也不辞职 然后这种时候你可能就要写一个解释信 来解释就是你的个人经济情况或者工作情况 那么这个解释信应该如何来写呢 我就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关于某某的工作情况或者说经济情况解释信 某某大使馆签证官您好我是某某 我正在申请该国的旅游签证 我的护照号是什么 我的签证申请编号是什么 关于我目前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现在刚辞职 有一些存款 或者说你家里就是对你进行经济支持 也比如说你现在是自由职业 比如说拍照片呀 拍视频呀 你要解释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 具体是怎么挣钱收入情况如何 这些你都要解释在其中 在这个提交解释信的同时呢 你还要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文件 来就是辅助你的来证明你的这个解释信的真实性 就比方说我自己现在我在各大的视频平台呢 都有我的频道 我就会提供就是我在各大平台的就是这个截图 我从中收益的这样一个证明 或者是网址 如果你的资金呢 来源是你的父母 你的配偶 或者说你的自助人的话 需要证明你和自助人之间的关系 你要提供相应的这个文件 在解释信的底部呢 也要客情礼貌的说 谢谢您的阅读 然后祝您身体健康 工作胜利 然后等等 然后最后再签上字 除了关于经济情况的解释信之外呢 还有很多种类的这个解释信 就比如说我在第三国申请申根签证的时候 我就要解释 为什么我要在第三国申请申根签证 而且还没有第三国拘留的情况的情况下 我就会说 我已经四年不在中国了 我的梦想 现在的梦想 就是喜欢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 然后鼓励更多的人出行 我现在在经营 我现在在做我的事情挺大的 等等等等 我最近都没有 短期内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甚至提到我可能之前也申请过申请签证 比如说就是我之前在哥伦比亚申请法国签证的时候 当时呢 他们要求我必须得有哥伦比亚的当地的签证 或者说合法的拘留证件 我当时是通过美国签证免签入境的哥伦比亚 我没有这个哥伦比亚签证 只有一个哥伦比亚入境账 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解释 我在这个哥伦比亚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份解释信 解释我可以通过美国签证 来免签入境这个哥伦比亚三个月 不加材料还包括就是美国签证 那个页面 还有就是哥伦比亚这个入境章 在几个月前呢 我在西非哥伦比亚申请这个英国签证的时候 当时写了一份解释信 有包括这个 我当时提供了我的微信的流水单 我就是写了一个解释信 解释我平时是怎么理财的 我就会解释我微信里的钱 平时都是怎么来的 包括一些公众号里的赞赏 包括我的电子书 收到一些红包等等 我都会解释清楚 在里面 我还有另外一张银行卡 我也会解释说 那张银行卡的那个钱 我都是怎么安排的 平时用来买机票呀 或者说平时用来订酒店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这个解释信的 它的是 我写的是这个英文版本的 如果你不懂任何的这个英语 或者说当地语言的话 如果它有语言要求的话 你可能就会找一个翻译软件 然后翻译出来之后呢 然后打印出来 然后签个字就可以了 关于语言方面 我其实之前也拍了好多的视频 来聊这个语言 根本就不是问题的这样一个东西 最后呢 我想说就是关于这个解释信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 甚至你可以填上自己的照片呀 填上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今天说的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是仅仅的其中一个写解释信的方式之一 解释信呢 是为了帮助你签证可能更胜利的出签 但是希望有一天签证这个事情不再存在 如果你们还有关于这个解释信的问题 就是申请签证的这些问题呢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或者说跟大家共同分享 然后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我们在下一期的这个阿聪聊聊当中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